有人怀疑 有疑问 佛说八万四千发门 这世家无人佛 如果是报神如来 不止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无量发门 为什么我们要修念佛发门 金刚般若经上书 发门平等 无有高相 那佛为什么说这么多 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 千差万别 那发门必须应激 你才能得受 如果这个发门 与你的根基不相应 你怎么样修 得不到什么 就跟人生病一样 每一个人生病不一样 医生开的厨房不相同 可是这个厨房应你的病 你照这个方子治疗 药到病除 你病就好了 这作用就起来了 如果这个药房不对阵 不但病不能好 可能病还要加重 吃错药了 由此可知 发门不是随便都可以学的 学错就跟吃错药一样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佛陀佛在世 没问题 佛是老师 你找到他 他教你的法门 决定你去紧 你一定得好处 佛灭祖之后 佛的那些大弟子 还有这个能力 他有能力替我们选择法门 可是这一代一代相传 传到现在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给你出房了 那怎么办 这个地方我们要感恩佛真词 他知道往后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他给我们说了一个总原则 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正法佛灭夺之后五百年 那个五百年当中 持戒就能登天就能开智慧就能征服 为什么 人心醇厚 换句话是 妄想杂念少 心情景 这个社会愿望很少 容易成就 到相伐时期 持戒就不行了 怎么办 再加上禅定 二 相伐一千年 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相伐法时期 所以禅定在中国特别兴旺 真地兴旺了一千年 末法时期 大概 明清以来 这都算是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 净土成就 为什么 一切法门都要断烦恼 要消业障 你才能成就戒定会散去 这个东西难了 我们的烦恼很重 二 造的罪业很深 烦恼要断掉 业障要消除 恢复情形性 这才能寻修法门 如果妄想分别执责很重 而且自己有意无意 造一切善为 不但 卧业不能造的 为什么 卧业所感是三途恐暴啊 善业也不能造 善业感的是三途恐暴啊 你出不了 流到轮回 善业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